大家好,我是小A,歡迎大家再次收看小A的戰地3教導視頻 那麼我上次已經做過一個坦克的教導視頻 但是我感覺上次做的那個不完美 而且那個我說的不是非常詳細,有些新的玩家來這個遊戲的時候還不懂我為什麼這樣做,也不懂我在說什麼 所以我今天想做一個非常非常詳細的坦克教導視頻 那麼這次我要感謝97Razor,iPowerLevelOnly,PCU還有機器貓一起幫我合作 可以配合我一起錄像,配合我一起合作 所以要感謝這四位玩家 那麼可能我今天說的這些東西很多老手都懂 但我想也有很多東西,一些新來的遊戲玩家們可能還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將一個個的說一些我認為坦克非常重要的知識 那麼第一點我要說的就是大家應該認識坦克的盲點 這是在巷帳裡面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個步兵離你坦克的身邊太近 你的炮沒辦法降到他身子的那麼低的一個位置 如果他太近的話,特別是在你屁股後面 如果Avrian坦克,你把炮頭一下子轉180度到你後面 你就會發現你的炮頭會自動向上升 T90也有這個問題 但是沒有像Avrian坦克那麼明顯 很多人我發現還不會帶防衛甲 所以我今天想說一下防衛甲的重要性 那麼現在一個朋友在打我的坦克 我有防衛甲,他總共要花7到8炮打我 如果我一直正面對著他的話 他可能要花9炮才可以把我幹掉 因為他有一炮吃在我側面 所以說我現在降血降的非常多 如果沒有防衛甲,你的坦克就等於少被敵人打3炮 但重要的並不是在他能打我多少炮 而在他打我的位置還有防衛甲的位置 那麼我下面來說一下坦克的不同傷害點 我們知道坦克的頭是最硬,屁股是最軟的 但是就算我們一直打一個部位 你打的角度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90度打一個部位的話 傷害是最大的 但是如果你用其他角度 比如45度,10度,35度打坦克的裝甲的話 他的傷害就沒有90度那麼大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為什麼這麼說 我希望大家特別注意 當我的朋友不是90度打我屁股的時候 他不能把我一下子癱瘓 而90度打我屁股的時候可以一下子把我癱瘓 這一點我感覺非常有趣 所以大家以後要打坦克 不管是RPG坦克炮還是固定的火箭炮 你打一定要打人家90度 你的彈導線一定要和他裝甲形成90度的一個直角 接下來我來說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坦克戰略 就是坦克和坦克對火的時候 你一定要學會用掩護 什麼叫掩護呢 你一定要用比如說廢墟、石頭、轉角或者其他的廢棄載具 來幫你撐敵人打你的那種彈火 你一邊打一邊往後退 這樣子敵人還擊的時候 他可能打在你的障礙瘓 而不打在你身上 像我這裡我打敵人的對方是打人家的頭 而他是打我的邊 他只中我兩炮 我已經中了他五六炮了 然後把它 好的 我們不動 他給我爆了 漂亮 那麼最後一個坦克秘技 我也感覺是最重要的一個秘技 很少人知道的就是怎麼把坦克一炮癱瘓 對正面你可以把坦克一炮癱瘓 那我現在來看一下什麼叫一炮癱瘓 如果你想一炮癱瘓 前提是坦克一定要向你開來 就是向你開來的一條直線 而且這條直線上面呢 你一定要打在他的坦克的炮台 就比如說他的機槍的位置 或者打在他的或者說炮台的正中央 這個原理是當他往你看來的時候 你打在這個部位一炮 其實他的傷害是打在 呃 等於打在屁股上的威力 但是如果敵人又防衛甲的話 你這樣子打一炮 他屁股上面的防衛甲就馬上掉了 你再打一炮他就馬上癱瘓 但你不能打在 我試過 我不能打在他的前面的裝甲那裡 一定要打在炮台才可以使他一炮癱瘓 這招遠處敵人開箱的時候 非常寡用 我希望大家好好學會 我希望今天這個視頻給大家帶來了很大的啟發 我希望今天這個視頻給大家帶來了很大的啟發 我希望以後我如果需要大家幫助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援助我 這一次視頻沒有我那個四位朋友幫我一起做 我是做不出的 再次感謝那四位朋友幫助我一起錄這個視頻 好 那麼小愛今天就說到這裡 請大家保重 拜拜